近日受到武漢肺炎的疫情影響 經濟轉差 一些便宜的手機反而才成為市場的焦點 好像前陣子有一部3399就有交易的iPhone SE 而最新亦都有我手上的Apple 2599就買到的Sony Xperia X2 說到Sony的電話雖然近年有點弱勢的感覺 不過有一件事永遠都能給大家信心的 就是它的日系設計風格 這部也不例外 雖然簡簡單單普普通通 但不知為何看起來就硬是型 前後都用了一個平面簡單的玻璃設計 機側邊是用膠邊 當然不可以跟一些旗艦機的金屬手感相比 但握上手其實都很舒服 可能是因為整部機是紮紮長長的設計 握上手舒服之餘亦都很方便一個單手的操作 甚至乎我用一下覺得握上手 有點像當年都很多人喜歡的iPhone 5的感覺 說起這個又窄又長的機身設計 當然亦都跟品牌近年經常都堅持的21比9屏幕有關係 但是它的屏幕也不差 都有2520x1080的OLED屏幕 雖然打橫看片的時候 兩邊經常都會流到黑邊 但是放大來看的話 觀感的確相當不錯 還有點幾有電影感 這麼長的畫面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很方便用到多工工作的功能 特別一提就是原生的主畫面已經有快捷鍵 一按進去已經可以做到分割視窗的功能 譬如有時你一路想看片 另一邊又想回覆訊的時候 很簡單 上面按Youtube 下面按Message 這樣就已經可以做到 跟很多的中格Android一樣 這部新機都已經有三鏡頭 三角鏡頭分別就是1200萬像素的主鏡頭 就是普通廣角鏡26mm 另外兩個都是800萬像素 一個是52mm的遠攝鏡 一個是16mm的超廣角鏡 超廣角鏡用來拍風景有一流 然後遠攝鏡可以用來拍人像也夠用 所以基本上鏡頭的焦距來說 它的功能已經齊備 以中價機來說 這部新機的相片質素都算不錯 不過有一樣東西真的要批評一下 就是它的拍攝速度真的比較慢 你看看 由按鍵到對焦到完成拍攝 差不多要半秒至一秒的時間 在現在這個世代來說 真的比較慢了一點 希望將來這部機真的推出的時候 又或者有些軟件上的更新 可以有些改善 很簡單地和iPhone 11 Pro Max一齊拍照 你就感覺到速度的感覺 不過也有一件事值得讚的 就是新機加入了夜間模式拍攝功能 雖然拍照和處理的速度都比較慢了一點 都蠻考你的手的穩定性 不過在這麼暗的環境下拍出來的照片 都尚算清晰和有些細節 還有一件事就是連iPhone 11 Pro Max都做不到 而這部新機是三個鏡頭 都可以用到夜間模式拍攝 一部二千多元的中價機 當然你不會期待用最強的處理器 這部新機就用上Snapdragon 665處理器 基本操作暫時視覺都順暢 我開一些遊戲、射擊遊戲 都搭配得很快 打機也是順暢的 就連之前說的多工工作 即是上下兩個視窗 開不同的App做不同的工作 基本上都沒有出現過疾機 都是順暢的操作 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部機最大的賣點 都是那樣 就是樣子夠英俊 其實這部新機有三種顏色 就是有黑色、藍色 還有我覺得手上最漂亮的 就是這部薄荷綠的顏色 還有一個賣點 就是很多新的旗艦機 或者新機都已經沒有了的3.5mm插口 在這部機裡面都找得到 現在很多人都喜歡用無線的耳機 但如果對聲音有要求的話 可能都會喜歡用一些有線的耳機 如果以去驗狗狗的價錢 你又想買一部帥仔 功能簡單又齊備的機 這部機應該都會適合你心趣 蘋果現在都推出了一個 叫一按訂閱的方法 只不過它在Apps裡面 按一個按鈕 就可以直接訂閱到蘋果動新聞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令到香港可以永遠到永遠的蘋果 我們會來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